传出债务问题 一度失联 艺人捧叉叉 在澄清后 随即粉砖公布 一千个还款日子 从牛年的大年初一开始 一年三天卖春联 第一站就是高雄宗教圣地 时间一到人没出现 查看粉砖更新PO文 宣布要比预定的时间晚一小时 不过 碰狗早上身体不舒服 然后所以我们就有点 就会迪雷一个小时才会出现 是哪里不舒服 就容我保留一下 声称父亲身体临时出状况 时间一言再言 被问到实际的症状 却三肩其口 宗教圣地辉豪卖春联首站 临时取消 来到爱河畔 终于献宣 我本来想要去博光山 做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自己的想法 疫情的关系 所以群聚活动是不允许的 刚刚有报告 就是双脚抽筋的这个问题 要有一段时间的解决 自称单方面想到宗教圣地卖手写春联 沟通有落差向外界致歉 首位上门顾客是捧叉叉的老朋友 早知道春联写这么好 真的就不拍电影了 还故意亏我 企业执行长王世君等宗恰恰写完 立刻送上大红包 还有粉丝慕名而来 一口气买了两种规格春联 花了三千块 你觉得很贵吗 不会不会不会 我觉得像Punk求智这件事情是 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趁这个机会出来 写写字 说穿的没关系 赚点钱 帮自己书法作品定出价格 宗恰恰不会言 就是想要赚钱还债 首波主打卖春联 长地选择一波三折 三十四位章节 我们一会儿 刚才马达